被这个国家留下值得一提的政治遗产呢? 苏西罗21号将会公布新的那个名单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局之际 能否组进一个高效青年的内阁 可以说呢是非常引人关注 由于在上一届的内阁当中 党派代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也影响到政府的执政能力 苏西罗还因此遭到过批评 那么这一次呢 苏西罗也承诺将会挑选专业人士进入到内阁 据当地媒体报道说 在新的内阁当中 新面孔将会占到绝大多数 据印尼美都电视台报道 苏西罗从17号开始约见部长候选人 目前已经约见了34名格员中的30人 另有4名部长人选入座定夺 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据消息人士说 苏西罗向前总统梅加瓦蒂领导的 民主斗争党发出了入阁邀约 目前还在等待最后答复 对此 江澳出任青年于体育部长的 总统发言人安迪说 这要出发的列车 不能等待仍在整理形状的乘客 印尼报纸抢先报道了被称为第二届团结内阁的大部分名单 前三军总司令苏延托担任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 原任国务秘书拉查莎出任财经统筹部长 人民福利统筹部长 由前国会议长阿共执掌 目前财政部长莫尔亚尼 贸易部长冯慧兰很有可能留任 在总统职选中 支持苏西罗的五党联盟都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其中民主党在新内阁获得了五个部长职位 公正福利党分到了四个 国民公益党分到了三个 另外两个党派各分到了两个 媒体普遍认为 专家型的内阁更受欢迎 而缺乏管理经验的党派代表入阁 则有可能会损害政府提振经济的能力 在竞选当中 苏西罗选择财经专家布迪奥诺做副总统 就为他的胜选加分不少 凭着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专业背景 财经部长莫尔亚尼的留任 受到了市场人士的欢迎 前摩根大通印尼分公司总裁吉塔维亚万 被任命为印尼投资局局长 这一任命被外国投资人士看好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政治观察家阿比沙尼的话指出 苏西罗没有按照先前的承诺 连览更多的专业人员入阁 这将使得新内阁无法提升业绩 华尔街日报网站20号援引政治分析家 凯文奥罗克的话评论说 苏西罗试图平衡专业人士 与政党代表在新内阁中的比重 但结果似乎不如人意 国立印尼大学经济心想师 菲尔曼夏认为 苏西罗更倾向于 保持与政党和国会之间的良好关系 使日后财政预算等法案的审议 更为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